首先星期日那單黑白混戰在元朗西鐵站 很多人都說有些白衣人打倒了一個大妻 成為一個很多不同的善風點火的理由 說到她今天早上電台還在說這件事 其實昨天下午英谷已經說了 沒有接收過任何印划和流產的個案 但人們好像看不到 仍然堅持說這個女人是有人 而且如果你們看那段影片 你會看到根本是沒有人打過她或推倒過她 她自己當時跟她男朋友就不知怎麽糾纏 不知幫她男朋友擋著什麽 然後滑了在地上 喂!記者來了! 是不是全世界的? 記者來了! 是! 是有什麼技能事? 是! 我在杵人機了! responsabil了! 走在這個環境那裡 搖搖樣料了一陣子 這件事也是能看到傳媒如何借一個 一個很小的火頭 甚至連事實都不在那個火頭 真的不斷地煲大 首先如果真的在黑社會做 所謂你們口中的黑社會做 會不會這麼愚蠢在下面留置 我昨天也出了個feet 有人說我搶水 各樣東西 其實你看看這一幫人 根本他是不會跟你討論 因為他跟你討論 他根本沒有這樣的壓力 也沒有這樣的頭腦 他只是會做一些旁門左道 旁邊搞你的事 這裏回應我一開始說的話 他一開始引用了醫管局 表示急症室沒有收過任何孕婦和流產個案 亦都說其他人 是當看不到這樣 一直用這個言論去說 而23日那一天 那位治療性的女子 已經透過這個短訊 表示自己還人不足三個月 只不過不想公開資料 但由於網上言論太過火 所以已經澄清回了 而這一點已經很明確地顯示 他一開始說的已經是一個錯誤的言論 後來他還說那個孕婦 是自己倒地 滑倒 我亦都即時就在網上找回那條影片 就證明 他根本就不是自己滑落地 而是被人打被人推倒落地 那他就表示 有一些傳媒會用這些 連事實都不是的一些報道 是不斷包大 但其實由此可見 這些影片可以看到 基本上 這個是的的確確的事實 只不過是他自己沒有看到 也是一個選擇性的觀看 或者叫選擇性的剪接 因為基本上他這裡 只拍著那個壞樣 然後旁邊就這樣 在圖片上 然後就跟別人說 那個人是怎樣怎樣怎樣 連一個基本的陳述 他都做不到 其實他那條影片 都有講到何君耀的事件 大家都知道是什麼事 他用了一些言論的說話 就是說 搞人家一個家份 是小鶴雞的行為 還說那些人 就不會那麼白癡留下這些字 大家如果有看這張照片 大概都會知道 那些什麼字 這一段其實是一個誤導成分 誤導一些他看開的觀眾 看開他的觀眾就說 會不會那麼白癡去寫字 寫字那些一定是有心嫁禍的 但其實這個事實根本大家都未清楚 你就隨便批評 或者隨便說的話 根本就是一個誤導成分的言論 最後他的影片 都有引用到一個留言 他就說有一個留言說要淋他搶水 亦都說人不跟他討論 說人根本沒有牙力 以及沒有頭腦 去跟他討論 只是使用一些旁門左道 我現在想說 其實討論是上向並不是單向 只有他一個人在說 基本上看到他 他基本上所有Youtube的影片 都是屬於彈向並不是上向 討論 拿來討論啊陳怡 影片的最後都想說一樣 加插一點點題內話 陳怡在一些影片的簡介上寫了 很多影片都被關我營收 如果正在支持我所做的事情 以下是一些資助的途徑 或者是贊助 真的想人贊助他 但我想說 影片關了營收這個問題 他如果不拿證據出來 基本上是沒有人知道他關了營收 不排除他是極無此地 說自己關了營收 但實際上他一直都在收緊 很老實說 一直都在收緊都不出奇 然後再說另一樣 就是這個何君耀父母的墓碑事件裡面 也是這次的影片的大部份的影片片段 他後的5分鐘基本上是用來頂5分鐘的時間 因為他講大約5分鐘左右 差不多這個時間 然後再用不知道哪裡來的直播的留言 再貼上他的影片 差到10分鐘09或者10秒 為什麼要差到10分鐘? 因為10分鐘你才可以在YouTube開一個營利的影片功能 是不是叫做影片功能呢? 大概忘記了 他就可以讓你選擇一些10分鐘或以上的影片 加插廣告 比如你想2分鐘、5分鐘、7分鐘插廣告 你必須要10分鐘以上才可以 不然就只有頭尾廣告 為什麼要差大? 因為再加多些營利 加多些收入的原因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用這個方法去加插多一些片段 令到影片長可以達到10分鐘 這個行為我覺得是極度折躲 然後後面的5分鐘 基本上是垃圾一樣 就這樣放上去 我會稱之這些香港的Youtuber為毒瘤 相信大家 上一個我說過的Youtuber 都沒有這個那麼嚴重 因為這個影響到很多觀眾的價值觀 也都在說一些錯誤的價值觀 是很多擁有一些誤導成份的言論 所以我覺得大家無必要去檢舉它 OK? 陳怡! 陳怡! 製作人們